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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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今个环节请来Wafi做地嘉宾 Wafi 你好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表现 内地股市也做好 上证指数收市报3185点 升了27点 深正城指报10537点 升了170点 湖深300报3668点 升了45点 创业版指数报1821点 升了13点 而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报25871点 升了201点 国企指数报10530点 升了100点 而大市成交金额 是681亿元 中港两地股市今天上升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 更创了超过两个月的新高 而恒指突破20天线水平 前日收报25871点 恒指和2600还差百多点距离 未来会否冲破阻力位置 找2600000呢 Rafi 当然暂时来计算市仍好像偏不错 特别今天都升了大概200点 左右 今天都上25800楼上 挨近25900 的确跟2600来说 都是差了百多年 的确区间上看不太远 当然机会性上看 我觉得是有的 但始终也是那句 你看到今天升也好 其实区间上看也夸在之前提到的 这个月的华人区间 25500 至2600 挨近500点 鬆一点的区间上落 现在卡在中间 变成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是升上去 还是再跌下去 未见到太明显 基本上今天来说 虽然升200点 但以这一刻 即是延长交易时段 变成交来说 只有大概680亿左右 也不够700亿 其实以为向上动力上看 也不算特别强 明显今天集中市上来 只有几个主要的蓝筹股 譬如藤上去破顶 中文香港也做得好等等 这些是个别性的大动 又不是整个市方面 是太有大的推动性 所以我自己暂时也是那句 我觉得后市还要再观望 特别的 接下来这几天 我觉得有机会受着奇迹因素 可能方向性才明显 特别以这一刻来说 虽然好点看 能够站在10,20天线上 但2600破不破得到 刚才提到的未知之数 一旦破不了 到它掉头下去 我觉得机会性不是没有 所以反而下面来说 如果这一刻再穿25500 这近期低位 我觉得支持位 这一阵不断说 就是50天线 25200左右 反而这一刻还要看 究竟它是向上突破 还是向下跌穿 现在也是中间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是很明显 所以整个市方面 我觉得还要继续观望 直接向哪一边突破 方向性才明显 好啊 RV就觉得今天的行指 方向不是太明显 不过市底不差 大家都可以沽望留意一下 到底这个行指是向上 还是向下发展 看完大市之后 都和RV跟进一些 个别板块 或者个别股份 首先要谈的第一只 就是中银香港23800 其实中银香港半天 已经升超过4%了 下午的升幅更加扩大 至到6.3% 收市是报36.85 曾经最高件是36.95 之前大摩上调了中银香港的目标价 维持增长的评级 还说利率上升 正式差可能比之前的预计好 贷款增长可以保持双位数 而且随着扩大一带一路的贷款 都有利带动中银香港的盈利 你又怎样看这只股份呢 RV 当然看法上是不错的 就算美金这一棍升上来也好 本身看得都是乐观 特别今天来说 叫做大摩有个报告 是做一部上条翻转香港的看法 甚至将它由本身的所谓收息股 变成增长股的看法 令股价有个大胜 当然来说所谓的理据 其实是几方向 一来它预计正式差 接下来也会继续扩 这一点其实某场上也同意 一方面来计 以香港贷款上看 可能有本地贷款 也有内地那边也有贷款 各自贷款用不同的利率去计算 以香港市场来说 特别是HIGHBOR 这一阵的升势 其实不够LIBOR升得多 就是伦敦同意刷息 所以将来预计 最后是LIBOR升上的时候 再加上美国的加息 其實HIGHBOR 是可以跟贴一些的 一旦HIGHBOR升上来 都对中国香港的息差 方面 是有个比较明显的大动 可能搞而为之多 再加上二条先提到的SHAIBOR 但对于股份方面来看 其实对息差上的优势 我觉得都越来越明显 再加上去年开始 不断的母企收购东盟资产 当然曾经大家猜 作价是贵不贵的 但以这一刻的PBOR 可能平均是大约1.45倍来说 其实又不算是特别贵 所以未来的增速 也可以受益得回 所以整体的因素上去说 的确是看得比较理想 所以如果前景本身看得好 其实这股份 我觉得中长线的目标价 可以再往高一点 但当然今天来说 一棍升上来 我觉得后市来计 短线要看大约35.5 就是前平球位的阻力 现在变得支持 看看35.5能否有其他云 只要接近35.5楼上走 要上回40元楼上的目标价 甚至乎大規模所提到46元这位置留上 其实从中线来看 机会性还是比较有 原上这股份来说 看法上还是比较正面 好 看完这只中人香港之后 就和Rafi 谈谈航空股 国际油价就连续第五个星期下跌 在近两年来最长的跌幅 市场都普遍看探油价的走势 物价里还说 OPEC的减差协议 可能在明年到期之后 就会宣告瓦解 而油价下跌 就令到航空股做好 怎样见到今天 753中国国航升超过5.9% 收市的时候先报$8.03 而南方航空升超过4% 收市报6.78 而东方航空报4.7 升超过3% 而国泰航空空报12.12 都升超过0.6% MARFIA 其实你怎么看航空股的发展 是否都是正面一点呢 其实看法上都会总是比较不错 当然最主要的油价因素 特别油价来说 其实反复都是叫做走势为主 虽然之前有些的减差业二是达成了 但是以现在看出来 慢慢慢慢大家都觉得再做一步 可能走下去 或者看法上讲 其实不算太正面 再加上美国那边 都是不断地增产的 就是业林油也好 或者石油方面也好 以整体原油市场来说 供应其实没有特别少 所以油价方面来计 又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向上的刺激 所以实际上之前 当升下升下升不起之后 反复都叫做走低 之前曾经也创过在近9月的低位 意味着油价仍是一个偏弱的刺激 当油价是走得低的时候 对回一众航空股 特别内地的三只航空股 的受益性比较明显一些 因为它们对比在国泰起来 它们没什么做 特别是原油对冲 所以油价跌 对它们直接上讲 会有成本上的受益 所以这几只航空股 近期反复是比较强一些 当然最主要是油价因素 而以本身的业务上去看 其实前景也不错 你见到之前公布的个别营运数据 例如东航来计 其实他们5月份的运力增长 其实客运那边也有1乘1的增速 其实也是一个表现得不错的数字 再加上整个行业来说 始终今年也好 或者慢慢看下去也好 都受惠化一些运改概念 特别之前东航旗下的一些 即是武企那边 旗下的东航物流 都首先进行了运改的签日儀式 那边上也揭示了 整个航空的板块 或者航业 可能继续行运改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旦有运改这些消息推动 其实对股价上说 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刺激 再加上之前各别的政策上看 内地的 可能很多政策 都对航空业有一个不错的推动 特别之前也提及过一些 例如三大型的机场群等等的发展 所以整个中长线来说 我相信只要油价不特别有太大反弹 太大上升的时候 其实有机会继续令到重航空股 是做得比较好的 而特别里面去选择 当然在质素上看 可能未必最好是东航 反而在这一刻来说 我觉得可以留意偏偏是这一只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它交南航和国航来说 其实它的势头比较落后一些 我觉得有机会继续追一追落后 再加上刚才提到的 就是运改因素 都是以东航集团先的 然而对东航来计 其实受惠性可能都会比较明显一些 再加上先提到各别的营养数据 其实它的表现都不错 所以加上加上 我相信东航方面的前景 有得是再看好一点点 所以特别以这一刻来说 能够继续守住在大约4个6楼上走 我觉得要试回之前的高位 比如5元边这位 其实机会性价比较大 而这一刻来说 要选择这个板块 要追下去 我觉得东航的接触空间 比较高一点点 Wafi就看好东航 就是670 今天就是报4.7 另外我和Wafi谈了一个板块 就是豪赌股 瑞仁之前发表了报告 指澳门的赌收增长持续强劲 看好板块的表现 还将第二季和全年赌收的按年增长预测 分别上调2成和1成4 瑞仁也预计 6月赌收按年增长大约1成6至2成2 看到今天豪赌股可以说是全线向上 银鱼、新豪国际和永利澳门都升超过2% 至于金沙中国、美高煤中国和澳博 升超过1% 接下来7、8月就是暑假旺季 会否都可以带动豪赌股的发展呢 当然豪赌股 其实整体厚市的看法不差 特别我相信赌收方面 都保持着有个不错的表现 再加上先例如Yolo所说的 就是未来的暑假旺季 当然人流方面都会有个明映的上升 而且刚刚这个月回来 路坑那边都变成正式的码头 之前都说过 其实有利益人流 所以变上几样东西加上都算是挺配合的 再加上以后市来计 其实个别的新的赌场也有机会 例如美高煤的新的赌场 等等都会有个使用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前景其实是不差的 但是只不过短期来说 我相信豪赌股虽然今天的升回头 但是我反而觉得短线 可能这实是再回调一下 调整一下其实不出奇 因为始终几方面这样看 特别上个星期尾大家看到 豪赌股跌得比较急 当时那下个别大行 是说最近施警那边 堵破了一些所谓在微信那些 非法直播堵厅的情况 这个是大家担心之后 可能再一步讲解会加强监管 令到很多贵宾厅方面的增长 会有个冲击在这里 这个其实要再看下去 因为一旦真的这样走的话 其实都对回整个 倒收前景有些不明朗的地方 因为特别年初至今 你说倒收比较强的主因 某时候都是教过贵宾厅 是有个明显推动的 所以这个真的要看下 究竟之后这个监管层面 是否真的加强了 还是没有那么大的负面情况 如果没有那当然好 但如果有的话 相对对于倒期来计 可能有一些左右的因素都不足奇 这个当然第一点 而以来看短期 可能有过借载再回调的情况 都是很关乎 就是接近这几天 每逢月尾或下个月初 都会公布倒收的情况 其实上周也说过 其实这一刻 大家对6月份的倒收的预期 是挺正面的 因为特别以往之前5月份 原本最终出来的结果 比月期为之好 增长整个按年超过2.3 去到23.2% 而以回6月份回来 之前的大行 可能头十凌日 去预计 这6月份增长超过三成 有些是三成多 原本这么乐观的数字 当然不是最终出来的结果不好 但如果出来的结果一旦 可能稍微增幅不及预期 可能只有三成以下 或是接近三成 其实会到时令大家明显 有些短线的沽压出现 其实不奇 因为之前以回整个倒企 或者整个倒估 前一段不断破顶 不断向上的主因就是炒了这件事 所以一旦出来的结果 真的增幅不及预期 借小的调整一下 其实我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短线来说 我自己这样看 对倒估的看法 比较中性 反而如果本身未有货 可以趁着 如果真的这样走 有机会做个调整 整固的时候 先至低级也未迟 因为刚才提到 中长线的看法 其实暂时不算太差 只不过 短线可能有些阴霾之下 会借小叫反复一点 所以未来真的要报 可能中线这部 金沙或者永利这些 特别是永利 我觉得增速上说 会比较快一些 我觉得这些股份 相对看法 都比较乐观一些 好 那见到永利澳门1128 今天收市是报18.42 好 麻烦了Rafi你的分析 现在都和大家看下 主要蓝筹股的收市表现 我们先看下 新红基地产报116.5 九龙仓报66.4 中国海外报23.1 华润置地报22.6 中海邮报8.54 中石邮报4.87 中石化报6.2 昆仑林园报6.58 中国神华报20.1 好 麻烦了Rafi你的详细分析 都和你申报先 刚才提过股份有没有持有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还会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见